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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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国民无从意气 但学者知道 远在早于圣徒时代约六百年的混沌期间 皇女殿下便已君临世间 不会吧 庞白 不愧是书里的世界 竟然还有庞白给我们讲故事 路断了 走不过去 那边有个装置 像是等着我们靠近一样 我总觉得 这里的一切是不是太过刻意了 是圣国嘛 体谅一下 也是 这么明显 完全就是希望被人发现嘛 不愧是飞谢尔 在这种地方坦睡得可怕 取夜色与幻梦 编织出最初用以庇护万物的夜晚 陈明欢呼朝拜皇女殿下的威能 遵循她呼唤 纷纷牵制该片 后被称作优业净土的神圣国度之中 还真是优业净土啊 看起来有模有样的 不错呢 李圣国奉皇女殿下为至高之人 又将诗歌 戏剧与冒险带入国度 使之成为幽业净土之纲要 当时分 皇女殿下自天阶而下 令众臣得亏其无上圣徽 救命 呼救生 会是谁呢 天哪 请救救我 喂 这不是个雕像吗 请别这么说 我是优业净土的骑士 莱昂 骑士 完全看不出来 看不出嘛 好吧 就算如此 也请各位不要怪罪为叶鸭骑士们设计配发盔甲的奥兹华尔多大人 你应该听说过吧 奥兹的全名是 奥兹华尔多赫福纳范英斯 那还是梅基斯图斯好念一点 嗯 我也这么想 大家都这么说呢 各位朋友 打扰你们愉快的聊天时间实在非我所愿 只是 你们应该还不知道前面的大门上了锁 确实不知道呢 但愿好心的你们能动动手指将我救上去 作为报答 我非常愿意将打开大门的方法交给各位 你都这么说了 好吧 英雄们 再多话语也无法诉说我此刻的激动 感谢你们 请记住 这是打开大门的口令 令我的子民自有 不用于古老法则 各位领主与忠诚的叶鸭骑士登上高塔 向皇女殿下宣誓效忠 亲吻其将子裙摆 并引以为傲 前面好像没有路了 只有一本书 我们刚才听到的 应该就是书里的故事吧 所以 书名中的圣国 指的就是优业净土 这本书是在用国民的口吻歌颂皇女殿下 书已经翻到最后一页了 但他们的故事 听起来还没结束 后续呢 我想听后续 那就得继续探索了吧 比起这个 看完的书 还是先合上比较好 怎么换地方了 但又没回到海滩上 这里似乎是蒙德的住宅呢 贵安 尊贵的断罪之皇后 小艾咪亲爱的 妈妈做了煎肉排和鱼人吐司 快来趁热吃 咳咳 母后 哦 瞧我 都给忘了 咳咳 断罪之皇女 如可知此刻正是午餐时分 当然了 母后 哦 窗外景色如此迷人 皇女 皇后 二位可否赏光与我这断罪之皇帝一同外出野餐 看看风景 享受上天恩赐的美味 是的 非常愿意 呃 呃 那个 大家是不是都有话想说 我直接问了 小艾咪 是菲歇尔的真名 应该是吧 刚才那两个声音 好像是她的爸爸妈妈 看我干什么 可能有点冒昧 但 你真的信梅基斯图斯吗 哼 你在小看我 本占星术士的全名是 阿斯托洛吉斯莫娜梅基斯图斯 啊 对不起 好长 只有天才能拥有这个名字哦 总觉得没有道理 刚才那些 你们感觉如何 我确定了一件事 和尚书本 也是一种引起幻境变化的手段 菲歇尔的家人居然肯配合她 厉害啊 但也不会一直如此 听声音 这是她小时候的回忆吧 长大可就不是这样了 莫娜知道很多嘛 身为朋友 知道这些很正常吧 菲歇尔现在 会在哪里呢 刚才那个声音说她要出门 我们不如也出去看看 应该会有线索 哇 回来了 不对不对 怎么回来了呀 故事还没听完呢 这种感觉 糟透了 就像买到假冒伪劣占星教程 或是晚餐吃到一半 发现忘带钱包 啊 啊 好难受啊 她俩很受打气的样子 实不相瞒 我也不喜欢看被腰斩的书 嘿嘿 谁会喜欢呢 各位 我们再进一次幻境吧 好主意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没反应 位置也没变 奇怪 刚才还能进的 现在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 为什么 损心不让人看完这本书吗 太坏了吧 是因为 这本书已经读到最后了吧 好 离开幻境前 我们见到的这本书被翻到了最后一页 我觉得 圣国的永畅可能不止一本 好像什么俗套清小说的销售套路一样 欲之后事如何 请购买下卷 什么的 可恶 我一定要看到结局 哦 是的 结局 大家都爱看书的结局呢 啊 谁在那边 哦 天哪 她看见我了 李正李正 你是 我是 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 名字目的性太强了吧 阿诺德 我问你 是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 不是阿诺德 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 我问你 是的 你是 圣国的永畅有后续吗 在哪里 哦 您可真是问对人了 圣国的永畅是优业净土的圣典 共有三卷 其余两卷分别藏在王城的两处高地 如果你们想找第二卷 得去高塔顶楼 高塔 是那边那座吗 没错 那就是存放着圣典的塔楼 有条密道能让各位迅速抵达那里 只要你们在那边的山洞里仔细找找 好 谢谢你 阿诺德 是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 不是阿诺德 美丽的女士 您没有其他话要问我了吗 有没有女朋友 每月收入情况什么的 没有 再见 别理那只野鸭了 前面山洞里有密道 能直达塔顶 我们走吧 女士 您当真对我不感兴趣 我可是看您如此美丽才愿意告诉您优业净土的秘密 女士 站住 什么人 看你们的样子 不是优业净土臣民吧 说 来这里做什么 竟然有守卫 诶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如何证明自己是殿下的家臣 哼 问出如此狂妄的问题 正说明你们眼光浅薄 令我的子民自有 不诱于古老法则 是 是优业净土的口令 他们真的是殿下的臣子 天哪 我 我见远了 各位 请原谅我们 知错了还不快退下 是 是 属下这就离开 他们走了 这就是圣国的永畅第二卷 各位 准备好了吗 出发 出发 然而 幽夜净土迎来连续如噩梦的阴霾 邪龙塔斯拉克 潜入地下 越过海底 游走至王城之上 诶 有龙吗 我觉得只有天气变阴了 龙 会不会是种比喻 是吗 不认可他 反驳他幻想的一切 共同构筑成了他的宿敌 邪龙塔斯拉克 陈明知其危险 向旧式的主宰祈祷 漆黑之护从傲姿 以你眼中所见的真实 为本皇女铺路吧 我所未见之笔漏 皆为虚幻 小姐的意思是 看不见的缺损便不存在 皇女殿下降临 大战不免祸及王城 最终 她以盛财的雷电击穿龙铃 在龙血凝成的暴雨中讲演 她说道 有人吗 救救我 我才刚听到重要的地方 皇女到底说了什么呀 这个声音好耳术 不会又是那位 夜鸭骑士小哥吧 太好了 有人 又是你们几位 这话应该我们说吧 怎么又是你 让几位反复看见我狼狈的模样 实在抱歉 果然 以我现在的实力 要扮演合格的夜鸭骑士 还太早了 扮演? 说来惭愧 我并非真正的骑士 而是最近刚找到新工作 预备在戏团中扮演骑士一角的新人演员 这种是有什么好骄傲的吗 不不 各位有所不知 在幽夜净土 戏剧是非常重要的文化 好的演出是对皇女殿下最大的报答 哦 就是说这是你们的本土文化了 正是 因此我很高兴自己能出演骑士 你们的皇女殿下为什么喜欢戏剧 皇女殿下曾说过 为本皇女献上庆典 到旷眼中演出戏剧 向我叩拜 向我献上纯净之幻梦 以换取永夜荣光 我想 一定是因为皇女殿下 懂得真正的艺术 又能分辨人性最深处 暗藏的喜怒哀乐吧 戏剧的灵魂在于感情的凝聚与升华 读懂戏剧的人 都有一颗敏感又情绪丰富的美丽之心 原来是这样 感谢你的回答 骑士先生 哦 您 您竟然愿意称我为骑士 万分感谢 那么 带着这份荣光 我将奔赴我的战场了 各位 有缘再会 别再会了 下次注意安全 对 请记住开门的口令 听我命令 振翅启航 听我命令 振翅启航 尊贵的父皇与母后 贵安 今天 离音是优越净土的庆典之日 我希望 二位能拨揉 小艾蜜 你呀 都这个岁数了 还老说那种话 你是大孩子了 别再相信这些童话书里的东西了 可是 啊 对了 妈妈给你买了一套新书 交弹琴的 好好学 好吗 把时间挖在更有意义的东西上面 妈妈 我 我知道了 又回来了 刚才 我们似乎不小心窥见了邪龙的真面目 唉 这种事我可太有体会了 总有人觉得我们的爱好是浪费时间 啊 你 我是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 我的意思是 你怎么又来了 哦 我猜 你们应该会找圣国的勇唱第三卷 还真是让你猜对了 亲爱的女士 您不必为我做任何事 您的美丽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我将在此线上您所追寻的答案 圣典第三卷 位于王城顶楼 有什么安保措施吗 哦 当然了 先生 您在说什么傻话 任何国家都不会将最重要的书暴露在荒野上 也就是说 那边依然会有叶压护卫 看守圣典是臣民无上的荣耀 但没关系 相信这位女士只是想阅读圣典而已 您的面容如此迷人 且富有智慧 您的同伴也像是英雄 如果是诸位 应该能读懂我们圣典中的故事 殿下的事迹经大书记官奥兹大人转述 成为了优业净土的珍宝 每一次我读这本书 都盼望殿下能感到幸福 站住 又是你们 干什么 我们可是皇女殿下的家产 不 不 胡言乱语 皇女殿下可不认得你们这种小人物 啊 你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吗 我再说一次 皇女殿下可不认得你们这种 对 如刚才说 谁是小人物 皇女殿下和奥兹大人 对优业净土的诸位臣子说出这种话 首位先生们 未免太冒犯了些 哼 本皇女精心挑选的臣子 启荣如等看清 还不速速退下 可是 没有可是 是 是 非笑 奥兹 你们归队啦 嗯哼 如暂且这样认为吧 小姐的意思是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这里 虽说不愿面对这处环境 但也不能抛下各位 莫娜说对了呢 不愿面对 有种日记本被人偷看的感觉对吧 肤浅 本皇女若真是轻易就能动摇之人 世上可不会有如此壮丽的优业净土 小姐的意思是 这里还有别的麻烦 麻烦? 你们遇到什么事了吗 这件事稍后在意 先办正事 动起来 动起来 书就在眼前 可不能傻站着 哼 壮丽又脆弱 庞大又胆怯 令我赞叹 且让我作呕 小姐的意思是 从没见过这么夸张的幻境 即使是她本人 也贪为官职 这里有个长把 但不完整 菲西尔 这是你的东西吗 呃 带本皇女思量片刻 不必想了 小姐 这正是您从前因悲伤过度 不顺手划打碎的城堡玩具 噢子 不要说出来 本皇女刚刚想起 有关我之皇城 可是缺失了两部分 所以是要找两个碎片对吧 不夸张的 暴雨中讲演 她说道 令我的子民自由 不诱于古老法则 多么富有智慧与不爱的词句 果真是小姐手笔 可这片王国看起来绝非如此 背后掩藏着的阴影 令人在意 皇女殿下又涌唱起来 音节连通 即为幽夜净土之圣歌 她 她回答 为本皇女献上庆典 到旷野中演出戏剧 向我叩拜 向我献上纯净之幻梦 以唤取永夜荣光 打出城堡与乡镇 铺上山岭和海洋 我等金碧辉煌的王国 是狭小又禁忌的乐土 听起来是个好结局呢 救命啊 我就知道它会出现在这里的 啊 请别这么说 即使不成熟如我 也能感觉到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 小哥 你这个样子 以后怎么出门啊 旅行需要耐力 勇气和危机意识 你有了耐力和勇气 之后还请注意增强危机意识 各位的话 我会牢牢记在心中 但这一次 我们真的该告别了 你或许还没有察觉 但我知道 天气变得晴冷 海面平静又美丽 为了这一天 我们等待许久 各位一定为我这样貌视的人都能当上演员感到奇怪 但请相信我 这不是偶然 每一只夜鸭都在寻找工作 工作等同于我们的命运 我们生来便要找到自己命中注定该扮演的角色 啊 各位或许还没听说 《圣国的勇唱》是一本预言书 预言书 可它不是你们的圣典吗 是的 数百年前 优业净土被不祥之气覆盖 我们的主人 却像失去了治国的兴趣一般 为采取任何行动 随后有一天 大书机关奥兹出现在我们之中 他带来圣典与一则振奋人心的预言 那预言正如书中所写 昭示着优业净土真正的幸福 为此 我们坚信满天阴霾必会散去 我们衷心期待 旧式的主宰者 皇女殿下 他一定会想起这里本是怎样的乐土 为了他 我们要仿照预言 献上戏剧 所以我站出来 扮演勇士 我愿走过千难万险 踏过刀山火海 去向他献上我的真心 哼 您 您是皇女殿下 对哦 刚才救援的时候 他不知为什么躲在后面 我知臣民 乳的意志 足以着断邪龙的手足 现在 我会收下乳的祝福 我 我备感荣幸 乳做得很好 骑士的美德 乳也已然俱备 去吧 久未 等待演出开幕 赞美您对皇女殿下的虔诚之心 覆盖优越净土全境的阴霾 将由皇女殿下 率领我等护从击溃 感谢殿下 也感谢各位英雄 那么 我就先告辞了 对了 如果各位需要 请务必记得 前方大门的口令是 永夜的序曲 我都糊涂了 你们刚才在演哪出 难道在场朱青 就没有一人能听懂我这真言吗 愚笨 小姐的意思是 各位很笨 这种话就不用翻译了 你说谁笨 我已经完全明白了 嗯 皇女殿下先先说的正事 就是这个吧 速战速决 走 诶 等等 怎么了 修金 怎么了 再怎么说 赢了到什么 沼夜的序曲 到击溃的盖鞋 属在那里 去把她合上吧 但愿这次不要被传到什么奇怪的地方 画了 下心理的圖 这一集有歌手有什么牌 不顾搜寻的宿敌, 无为又懦弱的所谓皇女, 就是你吗? 可笑, 你又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够战胜我呢? 要知道, 你先前表现出的恐惧和犹豫, 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怎么还有一个你啊? 是影子吗? 影子? 对, 我们之间确实如此。 你是来向我投降的吗, 小艾咪? 你…… 那边那位夜鸭, 你是奥兹? 很好, 我也等待了许久。 听说, 有位名叫奥兹的大书记官, 把圣国的永畅带入优越净土, 想必就是你吧? 啊, 城皇城口, 小姐。 啊? 你怎么叫她小姐? 如各位所见, 那边的夜市小姐, 既是小姐, 就是我奥兹的主人, 不是吗? 嗯, 不无道理。 不妨告诉各位, 游业净土是有来无回的地方, 你们来到这里, 就要被我征服, 成为我的奴隶。 至于奥兹, 虽然你带来令我不快的预言之书, 还令愚蠢的臣民们疯狂朝败那言之无误的东西。 但, 你可是奥兹啊, 那不如到我身边来, 毕竟, 菲谢尔就是要与奥兹搭档的呢。 感谢小姐的赏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奥兹, 你去哪里? 她居然去对面了。 菲谢尔, 这就是你养的好乌鸦。 啊, 现在不是数落我的时候吧? 奥兹, 你被蛊惑了吗? 为什么相信她说的话? 游业净土不该是自由与戏剧的圣土吗? 大错特错, 游业净土才不是那种儿童游乐园一样的地方。 听好了, 她是为无法面对现实之人准备的坟墓。 你会葬身此地, 我, 则带着我们幻想出来的奥兹, 永居王城。 啊, 文墓? 你应该最清楚才是。 为什么优越净土下着雨? 为什么这片乐土上没有真正的歌声? 是因为你, 就是你! 太可笑了。 你才是罪魁祸首吧, 小艾咪。 幻想出如此庞大的国度却不能承受。 对自身创造的事物感到动摇。 就算再怎么逃避, 也无法改变你自己。 是因为你无法真正抵达这里, 我才降临于此, 代行职责。 哼, 优越净土现今是我的东西, 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我…… 我…… 小艾咪, 你是一个软弱的傻瓜。 不配拥有这个世界。 滚出去吧。 喂, 说够了没有? 自己骂自己还能骂得这么精彩。 看来这件事困扰你很久了呢。 莫娜……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我…… 我…… 哼, 你该不会要认输吧? 我不想承认, 可是她说的……也许没错。 不, 请别这么想。 皇女殿下, 还记得我们为何来到这里吗? 万叶…… 我是来自到齐的剑客, 负责守护你的安全。 至于这几位, 也都应你呼唤而来。 有自己的坟墓, 听起来也挺酷的。 但很可惜, 优越净土不是坟墓。 …… 新燕…… 哦, 交到朋友了呢。 但你以为这样就能赢过我? 我可是你的恐惧与黑暗, 是你这么多年来始终无法逃避的噩梦。 在我面前, 你一无是处。 zhento 不对…… 我不能…… 我…… 还不能输? 我…… 才是赢家。 给我等着。 你会后悔的? こう就是用了apan方胎, 扯下来 Pray. 现在,你还觉得我会输吗? 你…… 你看不起我,觉得我懦弱渺小。 我是有过那样的日子,因为我是一个不能面对现实,成天做白日梦还不堪一击的人。 可现在我明白了,在看到这片幻境的一瞬间,我就想明白了,看到外面那么惊人的幻象了吗? 无比庞大,无比美丽,这就是我的想象力,我力量的根源。 你似乎很自大,黑暗的东西总是很狂妄,但不应该是这样的,你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皇女,只是钻在我影子里沾沾自喜的灰尘,你才是失败者。 那个托我后腿的人。 懦弱,所以浑身尖刺,胆小,所以靠自暴自欺来伪装。这样的你,比我更弱小。 还给我…… 什……什么? 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 有业净土,王城,子民,还有……还有最重要的,我的伙伴,奥兹。 哎呀,小姐竟然能说出如此流利又极富气魄的话语,您当真成长为皇女了呢。 还敢说话,你这个叛徒…… 不,小姐,我之所以在这里,是为了向各位证明一件事。 众所周知,奥兹会跟随断罪之皇女菲仙儿。 二位既然都是菲仙儿,我出现在谁的身边都不要紧才对。 可是您看,当我站在这一边的时候,您也没有失去自己的身份,不是吗? 原来如此,高明的权戒。 我的……身份? 您认为,菲仙儿,究竟是什么? 啊? 这是我给小姐您的问题。 菲仙儿……是…… 是生活的失败者,一个心怀恐惧的胆小鬼。 无法面对幻想之外缺乏谎言的自欺。 不,您说的不对。 菲仙儿……是……我? 哦,反应很快。 啊?就这么简单? 这才对,小姐。 菲仙儿或许是断罪之皇女,却不总是。 或许勇敢高傲,却也胆小懦弱。 菲仙儿……是您自己,既高贵又平凡。 是水平一流,可总也交不到太多朋友的冒险家。 是不可思议之国的皇女殿下。 菲仙儿……既胆小又强大, 惧怕他人的闲言碎语, 也渴望得到他人的崇敬。 更重要的是, 菲仙儿……是一个常在心中自我批判, 被自己打败无数次,又无数次站起的禁取者。 小姐,除了您,没有人当得起菲仙儿这个名字。 她是复杂而单纯的符号, 直下梦想与自由之美。 无论是否受人追随, 小艾咪就是菲仙儿。 菲仙儿是您, 在心中无意识写下那句真言的贤明之人。 令我的子民自由, 不又于古老法则。 我感谢您创造优业净土, 为我等搭建家园。 由于潜意识中卸下圣国的永畅, 使我等永远坚信光明将到来。 现在,殿下, 请接受您的黑暗, 恢复成原本的姿态吧。 。 哇! 穿礼服的那个消失了! 等等! 又冒出来了! 看来, 影子回到了她本来的位置, 也就是菲仙儿心里。 。 来了吗? 诸位? 啊! 这种感觉是…… 啊! 我之臣民们, 听见了吗? 本皇女的召唤! 听到了。 一恢复精神就吵吵嚷嚷的, 受不了。 奥兹所言甚是, 对, 今日, 正是本皇女取回真心, 再度军临优业净土的伟大时刻。 现在, 我宣布…… 欢迎来到优业净土! 耶! 太好了太好了! 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少女从图书馆中, 找到了前往未来的路。 她对自己说, 要创造自己的梦想之国, 捡起石头, 搭出城堡与乡镇, 铺上山岭和海洋。 并告诉所有同样的梦想的灵魂。 请为一切不真实之物感到骄傲, 因为我们高于这个世界, 因为…… 五等金碧辉煌的王国, 是狭小, 有禁忌的乐土! 真是令人高兴的日子, 我找回自己, 成为了真正的皇女。 优业净土真的降临了。 尽管如此, 我也明白, 隐藏在我心中的负面情感 并不会就此消失。 没关系, 我会带着这些弱点继续战斗。 因为我已经明白, 我所拥有的东西独一无二, 如此美妙。 非夏儿, 听说外面剧场已经搭起来了, 你不去看看吗? 派蒙琴, 注意言辞。 哦哦, 好吧, 皇女殿下, 您不愿赏光外出看看吗? 身为臣子, 竟敢嘲笑光彩荣耀伟大的皇女? 啊, 尽情狂欢吧, 今天可是优业净土的大日子。 啊, 小姐的意思是, 诚心邀请诸位奉上最大的热臣, 尽情庆贺着至夜圣徒降临于世的。 好啦好啦, 别再翻回飞翅耳语了。 哼。 假如是这样的国度, 当地的戏剧表演一定很好看吧? 至于我关注的谜题, 应该也快有答案了。 对了, 好像还有件事没做。 皇女殿下, 奥兹, 我们试陪一会儿。 好的, 二位一会儿见。 再试试, 看能不能联系上问题。 是你啊? 诶? 不是卖唱的吗? 嗯, 我们确实素不相识。 我知道, 你想联络海岛之外的人, 但现在还不行哦。 所以, 我截断了你的通讯。 咦? 比起询问, 你不想自己找出答案吗? 不可思议的幻境, 他代表, 深梦。 正是人心最本质的映射。 去看吧, 亲眼看清这一切。 待故事落幕, 再告诉我, 你的感受。 喂, 刚才那是谁啊? 好奇怪, 为什么这个人能截断我们跟温迪的联络? 他又为什么要问你的感受呢? 不行, 我想不明白, 你会做什么? 有点害怕。 但, 但我会保护你的, 不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陪着你。 你没有。 你为什么要问你? 他怎么怎么办? 我怎么做是什么? 他怎么在的? 他怎么在的? 你怎么在哪里? 他怎么在哪里? 你怎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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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在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